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豪相亲咱们老听说 但是最近相亲搞得到济南了 开始搞海选 然后很多女的去 我特别难理解的就是这些女孩子 还真去报名 那么报名你说她出于什么呢 有些女孩子报名的过程中 你比如说要过几道关的 你要跟形象顾问 婚姻顾问 心理顾问 什么谈 然后还得考运衣服 我觉得这有点 帮富豪的太太还得运衣服 家里不是有一帮工人吗 对 你知道又听 我是这是大男子主义者 按说是 但是你知道我都有点看不过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不尊重 会不会太不尊重女性 而且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富豪就没露面了现在 对呀 那等于像是一个机构啊 给她海选 所以我觉得商业的操作大过于 是不是这些济男富豪 真的要这些条件的女生 或许富豪自己也没说出来 就是我要找一个办 但是到底这个办有什么条件呢 他没有办法统一 所以这个婚友社变成 我要商业操作 我必须要办这些 让你们媒体敢报导 可以报导的东西 所以我知道让那些女的穿比基尼 出来走一走 然后越花翘的东西 我真的都上比基尼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对 刺激刺激 对对对 这个就是你看咱们这个 你看没有 他这专门有一关 是看你运衣服 运的怎么样 他经过好多关 这只是一个初选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另一场 叫财富英雄相亲会 这就上比基尼了 你看到没有 上比基尼了 然后再看下边 哎 要走秀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个短 这个这个比基尼 怎么短裤有点大 我觉得 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有的男的 趴在桌子上 看的角度啊 也很诡异 然后你再看下边 啊 也有的是 你不要以为这是相男的 还没这么男女对位 就是这是一个一个的贱 就那 那不是一群一群的贱吗 也有一个一个上来 然后哎 这些 男的是干嘛 就是相亲富豪啊 这些就是富豪 这个这个就是 反正就是那种 认为是有钱人的 这种相亲俱乐部 然后你看 看中了谁 就把花啊 就给谁 他们就搞这么一种 一种一种仪式 刚才那些男的 其实富豪是有出来 有 我说的几男的 这次这场 有的女的一边过关呢 他自己也有点看不下去 一边提意见 因为记者就采访他 对 他说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公平 就我们来应征 相亲 怎么男的都不让我们见的 这个富豪在哪呢 是 好像先得把我们选 选出来 哎 可是你知道啊 你一方面你可以说 这个事情是丑陋吗 就 就非常的市场机制 对 但是另一方面 我又觉得 他这个东西 有没有点就像是什么呢 说出了实话 是不是在 目前在中国的土地上 很多婚姻 本质上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呢 有钱的人 就是有这个条件 就是有这个条件 挑啊 那你没钱 有貌的这个女子 你知道有个问题 你接触不到啊 谁都想嫁给有钱人 说实在的 就是说这个话 如果有钱人接触到这么多女性 他要何必相亲呢 他如果在他的生活当中 就有头怀送抱 他就已经 已经奉不 就已经接触不完了 已经断不了了 那我还干嘛去相亲 相亲是我没有货源 你就不知道了 又婷 你知道中国过去 要不是鲁迅 曾经专门说过一种人叫帮贤吗 这包括你现在在明末 在清代 都有这么一种人叫帮贤 我就很适合干这个行业的 但是我就说啊 我没有的就是钱 别的我都很懂 你没有 就是说所谓这个帮贤呢 就是帮着这些大官 对 或者有钱的 你们呢 你们一辈子忙于事业 你才能赚这么多钱吗 可是实际上 您呢 不会玩 不会生活 对 你要喝酒 你这什么酒好吗 他就有这个玩家 他就专门 过去甚至这个大户人家 园外家里就养着这种青客 帮你找女人呢 帮你 你想玩叶总会 我告诉你什么叶总会好玩 你想这个玩玩小女孩 你还是想玩小男孩 都有这个此道中人 这种人叫帮贤 就我帮着你 花你的钱 要不你怎么会玩呢 你这 他是 哎 这种你说性质的 他算不上有点帮贤呢 不算帮贤 他算是 而且我都在想 到底这些富豪是真富豪 假富豪 你都都不知道 这都像台湾有一阵子流行 也是这种 婚友社 刚开始就是有婚友社帮忙 台湾叫婚友社 我们叫婚友社吧 对 但是那时候就会说 因为台湾那时候最赚钱的行业是科技新贵 所以呢 他就有点都是说 今天来了一票 科技新贵的聚会 他就是拿点 就是他必须要亮点 所以他必须要有炒作的话题 所以他就会 我今天来一批单野皮男孩 双眼皮女孩 腿长超过十公分女孩 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 他会 他只是一种市场的炒作 那 就这些女生就进去 有些也不见得真的要找男朋友 就像像这些相亲的节目一样 我只是要领个钱 然后过过场 有就有 没有没有 但炒作这个是为什么 就我不太明白 朋友社可以赚钱吗 不是 比如说像这个活动 如果他说是 不是真相亲 只是炒作 炒作 我今天常常不太懂 就是大家说 这个是只是炒作 那炒作来干嘛 因为你就会吸引很多会员来报名 那这个报名费 就刚才这个 对啊 所以这些女孩都要先给钱 对 对对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们其实是想赚这批 先赚这批女孩 也不一定 就是我知道 他很多机构办这个 现在你知道吗 就是包括这个游艇 带女孩去上游艇 你知道他办 比如说他选了这么多 好像他要选中一个的话 比如说最后就介绍给这个富豪 如果真成了 那可以给他很多钱的 他赚中间的这个用金 他赚中间这个用金 有些是赚那个会员的费用 就是我有多少会员 我的那个database 就是我的会员基数越大 我当然就越容易成功嘛 那这就是反正现在人懒得找人的话 茫茫人还不想用碰的 我就干脆用条件来筛选 成功率觉得比较高吧 我觉得 你觉得这么像 果然不是 吃了黄言一样的 我觉得看到这种事很多嘛 这几年 其实这富豪出来征婚 搞这个也不是第一回见 那我觉得 帮贤是 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有帮贤 但是 古代的帮贤 至少还留一道薄薄的皮 那现在我觉得是帮贤也好 或者被帮贤的人也好 这个皮都不要了 就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们今天 中国的社会的风气 尤其是一些富豪阶层 当然富豪阶层很多种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 这类新闻里面看到的 这一群是这么的 赤裸裸 undizant 就是英文 deesant这个字 翻译成中文比较多意思 就是体面 得体 斯文 就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有时候我也在路上 比如说我搭飞机 有时候在下飞机 我最近那趟坐飞机的时候 才看到就是下机的时候 大家抢着下机 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然后就看到一个女孩 提着一个行李箱 拉着出来 然后另一个男的 看样子也是挺有钱 带着个名表 砰一下出来 把那个女的撞一边去 要抢下机 然后呢 两个人的行李箱的轮子 纠结在一块了 然后卡来卡去 然后那个男的呢 就把那个女的箱 啪一下拨开 其实那个女的先到 但那个男的要抢下机 就把她啪撞开 走下去 就比她快一步吧 然后那个空姐的领班 看到这一幕 我们都站在 又挡住后面所有的路了嘛 我就瞪着 就有点傻眼了 你知道吗 后来大伙 我就跟那个空姐领班 她相似苦笑一下 就后来她想这件事 就那个 为什么我说那个人 可能是富豪呢 当然是因为我看到 她戴的穿戴 她 对 她当然也是这么 刚才那种样子 那种感觉 你知道富豪长的样子差不多 就是头跟我这个 比我长一点 然后呢 穿一个T恤 然后衣服会塞到裤子里面 然后穿一双 孤起的鞋 那个logo 你一定看得到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 你如果从 秩序文明礼貌来讲 谁先到 谁先下机 那个路口 你不需要撞 因为你这么撞的话 你想想看 我觉得奇怪的是 你穿戴的那么好看 是想别人尊敬你 人家瞧得起你 所以你是在乎面子的 但是你这个行为 把你所有的行头 都打碎掉了 因为你这个行为 是这么的不给自己面子 这么的不体面 所以我常常好奇的是 做这样的事情 把女人拿出来 这么来展示 他们不觉得很不体面吗 就然后他还叫财富英雄 他不觉得每一场的比赛 其实都在把这个 所谓的财富英雄 这个精气招牌 一层一层 那个气给刮掉吗 好奇怪 我不是很能理解 重点是女生也是 就是你去参加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 被选择的这种感觉 很不舒服 应该会啊 是不是 所以应该 照你说也不应该有女生 就是为什么你叫我戳 比金尼你谁 为什么你说 让我用这种方式上去烫衣服 我觉得这也是女生 用这种风气 你知道现在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 我觉得 没你那么多体面的讲究 你知道吗 现在的讲究啊 已经变得很少了 好比说有的时候 就像是感激 看热闹 你比如这些女的 说哎 像相亲 那就去一下 是吧 管的是什么 她甚至也不但感觉到 这个自尊心 会有点像是考试 叫进大学 就是我们说面试 有数科 对不对 有文科 有数科 婚姻变成像这样 就要数科 那那个 如果你是考播音系的 你就得讲一段话 我来听听看 你的发音啊 什么什么这些 那我要找一个老公 我就烫烫衣服啊 给你看看身材 对对对 他把它当成一种考试的方式 没错 你像有的时候 你这个选美 你就会发现 这个家里 说出了上一个比赛的 一个话 她参加的太多了 她没事 因为这个平民女子 你知道也反映 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她这稍有姿色 削尖脑袋 是个机会就算 婚姻相亲 她可能相亲会也参加 她可能什么模特大赛 她也参加 她可能什么青春风采小姐大赛 她也参加 她管她这是什么 只要能够出头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民生无小事 这是你我关心的话题 一起微笑着进步 发挥民意 监察正能量 民生银行信用卡 社会正能量 星期六 凤凰瑞士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会软酒金 年份软江 鼓井共酒 然后你比如说像 有时候我常常觉得 我们今天这时代里面 你说女性 她可能因为 没有什么机会 所以她要做这些事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对不对 因为她可能真的 环境各种压力 但是男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里面牵涉两个层面的问题 我刚刚讲 德体 德体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它其实是包含两个层面 有时候德体 它是介于审美跟道德之间 模模糊糊的一个地带 有时候包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很德体 有时候是说 他道德上还比较正派 但有时候也是说 他审美上很恰当 但他是介乎二者之间 很模糊 但这个模糊 我觉得是日常生活 用来评鉴一个人的时候 很好用的一个 一个概念 一个范畴 我为什么说他不得体呢 就是说 首先他道德上 我觉得是犯错误 就道德上 你把女性物化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点 那但是问题是 今天讲道德 大家都觉得很严重 对不对 就不太愿讲道德 OK 不讲道德 没关系 有时可以讲审美 什么叫审美呢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 当然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那我们以前常常 小时候刚刚学女性主义 常有一个讨论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一个男的跟女的一起出门 他为 该不该为那个女的 先开门呢 那是传统 我们说声势作风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现在会说 依据男女平等的理念 其实是不需要的 你这么做 是把女性当弱者 所以从原理上讲 道德上讲 他可能是不对的 或不必要的 那么但是 在道德上 他不是太大问题的时候 我们来谈谈这个行为 在审美上的意义 审美上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老派一点的人 你有某种的觉得 身为一个男性 他还是应该这么做 他不一定是个道德的判断 他说 你觉得你这么做 这是一个 你对自己的审美要求 就等于你像自己穿衣服 你想穿整齐一点 你想做这个行为 这种审美的要求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人谈 今天道德没底线什么 但有时候这个道德底线的维护 就是靠这么模模糊糊的得体 整个社会有个套 大家知道什么叫得体 什么叫不得体 它又包含道德 又包含美学 用这套东西来让这个社会 感觉到有些东西还是扛得住的 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对得体或不得体 这个东西破产了 或者他越退越厚的时候 他再往下走 就会出现道德底线都受威胁的地步 但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太快速 我们没有时间去培养 因为这个得体是需要修炼 需要很多时间的累积 或者是他需要沉浅 但这社会已经太快了 快到我来不及说 我要先做个好人 我要慢慢走 要先展现我走路的风格 他已经跑到那边 他爬过去 他已经先抢到我要的东西 那我还我还这边这边装这个风格 我没办法像以前的文人说 我要先有风骨 我再求官位 不行吗 因为 但现在没有办法 这官位先拿到 我要先活着 我没办法 就是 你说这个体面 这个就说明过去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死要面子 活受罪 那么今天的人 我就觉得他这个心眼都活了 而且你就说这些富人们 有钱人 他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 其实这个里边隐含着一种 就不要吃亏 不要吃亏 最佳选择 其实也很现代 就是计算的 因为你看 我们也曾经经经常会有这样的 仰天常叹 对吧 就比方说 我这一表人才 对吗 但是呢 我这一辈子认识的女的 只有几个 只有几十个 我只能在这里边挑 而我又 你看 有时候我在大街上 我一看 我觉得 这人比我差的太多了 他只是因为碰上了 你明白吗 你比如说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他只是因为 这个 他只是因为这个 进水楼台先得乐 他可能是个舞蹈团的 那个舞蹈团的教练 就把他给得着了 那舞蹈团的教练是一穷光蛋 什么都没有 只是进水楼台先得乐 就像那种摄影师 追调女明星 对 就就落在摄影师手里 你明白吗 他有时候 他这富豪 他看着挫火 他着急 他我怎么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 他们都喜欢跟我 因为我认识你们 我认识很多 帮贤是吧 对 请你介绍一下 有没有跟你提过又婷 好几个妇人 最后我都跟他们绝交了 因为我也是有争吵的 我最后发现 我最后 真不愧是我的朋友 还是讲体面的 对 我最后发现 他们原来绕来绕去 跟我交往的目的 是想让我约 咱本台的哪个女主持人 出来跟他们吃饭 我也不是没有约 但是被拒绝 我还不是没有约 约不出来 那些人跟你绝交 咱们台这个女主持人 原来不是你体面 搞半天 等我高材 还夸了你 咱们台女主持人 也真的很不给我面子 弄得我也很尴尬 约吧 他说 是就你一个人吗 咱们的女同事 他愿意跟我吃饭 我说不是 我有几个朋友 我说他们都是很有才华 我还没敢说很有钱财 是吧 那就不认识 我就不认识 你知道吗 所以是他们就跟我绝交了 这是你知道吗 这是很多 我就说很多富豪 他会他会觉得凭什么 明明我可以找一个 一帮奴才 或者一帮什么人 就像个个过去给皇帝选美一样 我可以把资源进行优化 他们做生意的最懂得了 明明通过一种海选 可以 我可以 这就说明他骨子里是讲条件的 我要漂亮的 那么漂亮的是靠我这么壮 你看那个莫多克跟邓文迪 那千载难逢的机会 莫多克到中国来 他在上海玩 那么恰好 可能就是邓文迪因为工作的原因 就跟他一起共处了几天 这机会 这机会太偶然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另外就是 我宁愿是一个有保证的机会 保证我选中最适合我这个财富水平的 对 我都不愿意 咱们也去一道广告 江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自诺登风暴 中美网络新攻防战 日本逼近钓鱼道 见新军事基地侦测中国 解放军巡航导弹 升级计划曝光 菲律宾联通美军 本周南海演习挑衅中国 美国警告土耳其 不得买中国红旗球导弹 机放军将获得S-400 防空反导力提升 中国军防舰艇 逼近夏威夷依右侦测行动 机放军实战演习 以美军为第一强劲假想敌 华人台有一特决区军事 周三 凤凰一起中文台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 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云苏宁 购物界 我同意你们两个刚才讲 就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从利益计算来讲 这是一个极大化的找到他心目中想要的女伴的一个方式 对 或者刚刚你说很多人比如说抢着我 我还慢慢走很得体 只要已经比我快几步 我都同意 但是问题是呢 得体是什么概念 得体是一种自我控制 大部分的得体 我们讲斯文 讲面 都是一种自己要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什么呢 就是控制自己这种想把自己利益极大化的 或者极大化欲望 往往是这样的 当然它不只是这样 但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讲的得体 就是说 如果我看到旁边那个人 我们今天好好的走过去 他连奔带跑的爬 崩啊怎么过去 但我觉得那很难看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干那样的事 OK 他会比我快几步 但得体是什么 我控制住自己 想跟他抢着欲望 但是当然这里面也不是没计算的 你还可以计算 我现在当然还可以跟他赛跑 看谁先到达那个闸口 买那张票 可是我要算一下 我这么跑过去之后 我得到的就是买到那张票 我失去的又是什么呢 然后这时候你有一个计算 你觉得我还是控制自己 就是丢的是人 对 过去咱们说丢人 没有丢人 那所以同样的 你要找女伴 你可能也一样可以有个计算 你用一个很丢人的方式 找到一个女伴 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跟你 他是你的什么人 选出来的 然后而且你是一个要录像的富豪 人家会认住你 以后大家会怎么看你 你可能也要想一想这个 所以你恐怕还是要有一个 得体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单纯 他也有种计算 那这个计算当然有时候是 潜意识或下意识的 但是得体从来都是对自己的欲望 一种调控 我觉得今天我常常看到的情况是 我们大部分想要什么 是不控制的 那又婷你接受相亲吗 要实在嫁不出去 不接受 他明明我可以给你介绍 我可以跟你介绍 他很有才华 我应该拒绝他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启示录 有一个特别适合你 你能不能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